大家好,我是天耀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102年学测第三题 他这边问说,台湾一年四季的平均气温月末在10到35度的范围 而海洋表面的岩都会受到蒸发而增高,或者受到降雨而降低 那他问说,近海河口岩度会被河水所稀释 那请问一下下列何者是,台湾四周海域离岸10公里外海的表彩 所以可能的温度跟岩度哦 那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一个零,底下两个零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该常常看到这个吧 就是这叫百分之一嘛,我们是说百分比 那这个呢,多了一个零,那就是千分之一咯 所以这就代表说啊,我一千克里面会有几克 这就是我们的千分比的概念哦 好,那这一题究竟要了解什么样的概念才可以解这一题 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好,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哇,游泳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们想表达的是水温比室温还低 今天如果大热天,35度的大热天 然后呢,你可能会想要跳泳池里面穿着泳衣去通去海边 然后或者是冲个清凉的人水澡之类的 原因啊,这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水温啊通常会比室温还要低 水在蒸发的过程中会带走大量的热量 使水温能够保持在一定的温度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水比较冰凉的原因哦 好,接下来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我们当然要知道的就是海水的盐度哦 海水我们正常的盐度会落在千分之三十五 什么意思呢?也就代表说 一千克的海水里面会有三十五克的盐巴哦 或者我们一千克是不是等于一公斤 所以我们说一公斤的海水里面会有三十五克的盐巴 OK,这是我们海水一般正常的盐度 好,那我们这一题我们将这个题目转换成图像一下哦 他说啊,在离岸十公里的这个外海啊 他问你说他表面海水的盐度跟温度是多少 好,那我们又知道题目所说台湾的气温大概在十度到三十五度之间 所以代表这个水温绝对会比三十五度还要更低 那盐度呢,河流啊不断从台湾这个山上中央上面这样留下来 但是能够稀释的海水只有前面近海这一部分哦 所以代表在离岸十公里这外海其实是不太会受到所谓的稀释哦 所以他可能约莫会落在三十五左右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吧 好,那这一题的选项要怎么选呢 首先第一个,我的温度约莫落在十度到三十五度之间 那意思也就是我的水温一定会小于三十五度 所以这两个我就打叉叉了哦 好,那接下来呢,他说啊 我们的这个岩度呢 他因为在离岸十公里外还没有收到气温 所以可能约莫在三十五左右 所以这时候不是就可以挑出来我答案了 也就是逼选项二十五三十四这个答案哦 大家选对了吗 那大家呢,要记得我们这个题目的重点是什么哦 第一个,我们的水温比室温还要更低 第二个,我们蒸发会使岩度上升 因为水变少岩度就上升对不对 接下来呢,如果我有降雨或是河口的出海口的话 我们的这个水分会比较多水 岩度就会相对之下下降了哦 接下来要记得海水的岩度是千分之三十五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考题重点哦 如果大家不知道海洋分阵的结构 什么是混合城、斜问城跟深水城 赶快点进去看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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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